《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8号是《建民论推墙》的21077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谈一下台湾的8月28号 也就是刚刚过去只有十几个小时啊 台湾的首富郭台铭 他正式宣布他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来参选呢 2024年台湾的总统 也就是郭台铭他宣布他参选总统呢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就参选过 然后呢很快就败下来 那么这一次呢 本来郭台铭呢 他在国民党初选中呢 他是败给了国民党推出的候选人侯友谊的 当时他也说过就是说 他会全力支持侯友谊当选 现在呢 他仅仅过了几个月 他一反他自己的承诺 他现在宣布他来参选了 所以说郭台铭这个家伙是言而无信的 而且郭台铭呢 都是朝中共的作业 他说他如果当选 他在四年总统任期之内 他就可以把台湾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啊 把它提高到翻倍 尤其是台海和平 他夸家海口 五十年不变啊 他可以给台海带来五十年的和平啊 这跟邓小平当年忽悠香港人 忽悠英国人一样 邓小平当年就说一国两制 给香港带来了五十年不变 结果大家都知道 你看 没到一半时间 习近平已经把香港变掉了 郭台铭以为台湾人跟香港人一样的好忽悠啊 所以他告诉台湾人 我如果当现总统和平台湾 讲报五十年不变 我不知道他拿什么东西来保证 是共产党给他答应的吗 就是你郭台铭你代表共产党去参选 也就是按照党国的要求去做 最后我们党国就不打你 我们就给五十年不变 你觉得可能吗 共产党开的空头指标 他哪一次能够遵守的 所以说郭台铭他自己这次再次参选啊 一点都没有允许台湾岛内呢 就是大家对他支持的波澜 相反呢 他只是平掉一部分其他候选人的选票 他本人来参选呢 我看就是一个噱头 因为郭台铭他跟其他几个总统候选人相比呢 他本人是富豪 别人呢没有他那么多钱 因为郭台铭的参选应当来算 史上最有钱的总统参选人了 郭台铭的这个富商身份 大家都知道啊 他多次荣登台湾首富 根据福布斯2023年公布的调查 郭台铭的身价大致是74亿美元 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三倍 也就是川普大家都知道 他是亿万富翁来参选美国总统 并且担任了美国第45届总统 川普竞选时候 他就是亿万富翁 而川普的这个财富仅仅只值郭台铭的三分之一 就说明郭台铭相当有钱啦 那么郭台铭他作为有钱 也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把他的企业经营的很好 不代表你能管理国家 但是郭台铭呢 他总是跃跃欲试 上一次就失败过 这次又来了 他发表他自己参选的声明 他提到就是什么 他说过去几个月里面 他一直努力号召在野阵营团能够整合 因为唯有整合呢才能达到目标 他说当时很遗憾 他看到这几个月来啊 在野力量仍然是各有计算 整合工作没有进展 所以呢等不到你们整合了 如果你们再整合下去 还是人家民进党当选 因此呢我就亲自出算 我来选吧 所以说他这就是他自己 为什么在七月底提出主流民意大联盟的倡议 他认为只有推出一个最强的候选人 才能在大选中胜出 才能够战胜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是搞独立的 我郭台铭是反对台独的 他说他坚信民意是高于党义的 就是他呢要为他自己脱离国民党 在国民党里面做出的承诺做解释 他就说民意高于党义 我们不要老呢纠缠于呢 国民党的那点利益 我们要考虑全体台湾人民的民意 那么因此呢 公益永远是大于私利的 我的参选主要是要推进在野整合 只有大家在野整合好了以后 推出强有力的候选人 才能战胜那个小台独的民进党嘛 所以说呢这是郭台铭给他自己做的解释 因为郭台铭他原来在国民党 总统人选的征召中他失败了嘛 但是呢他现在呢又突然冒出来要参选 他已经违背了他自己当初的承诺 因为国民党看到这个郭台铭出来参选以后 国民党的新闻发言人马上就发布了 他们的新闻稿表示 就是针对郭台铭宣布他独立参选总统 表示极度的遗憾 提醒郭台铭应当信守 当初他发出的会尽全力支持新北市市长何友谊胜选的承诺 共同归队支持国民党候选人何友谊 才是你郭台铭当初你立下的承诺 请你遵守 这是国民党表态 因为国民党认为 郭台铭他本人虽然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他有20年都没有参加过各种党员登记 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的各种活动 为了让郭台铭能够符合党规顺利出选国民党是动了很多脑筋的 最终还是让他作为候选人跟何友谊一起征召的 但是大家没选择啊征召失败啊 所以呢失败以后呢最终就是郭台铭他就当场表示 他是支持党内推选的何友谊 并且他一定呢是在尽全力去帮助何友谊的 但是他没有兑现承诺啊 他现在又冒出来要独立参选了 所以说呢国民党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就说 所有当时让何友谊 郭台铭两个参选人纳入评估 征召过程相关依据都非常的清楚透明和公开 经过公平的征选最终是何友谊胜出的 郭台铭自己在5月17号看到征召结果公布时候 他也亲自在脸书上发布过他自己的祝贺 何友谊胜选的这一段博文 他这段博文里面写说是我心长照中华民国 强调我讲信守承诺会最大的努力支持 我党推出的候选人何友谊的 但是仅仅几个月郭台铭就誓言了 所以说郭台铭的誓言毫无疑问来讲 郭台铭自己这次他所谓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 来参与这个总统大选 他是不可能有任何胜算的 因为言而无信的商人最终会丢掉他的利益 可能会获得眼前的一点赢得有小利益 而言而无信的政客 他可能会暂时在某一个选区能欺骗得了人民 但是最终在大选中他一定会丢掉人民的选票的 所以郭台铭这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人 他怎么可能被台湾人民选举最终当选为台湾的总统呢 所以说对郭台铭这种做法国民党是非常气愤 而民进党和民众党呢人家乐想气成 就是人家都说这是你们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加入事 我们不管的我们尊重郭台铭参选总统的决定 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嘛 任何符合选举条件的台湾公民 你都有权利来选举 你愿意选持你的自由 我们呢乐想气成 但是郭台铭加入以后显然对几个候选人 他们的选票分贝会产生一定影响 他会分流一部分选票 那么在分流过程中损失最大的毫无英文来讲是民众党的候选人 柯文哲 其次侯友谊也会失去一部分国民党对他的支持 尽管赖清德的这个民调 他这个选票也会下降一点 但是丝毫不影响赖清德在几个候选人里面 他远远领先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赖清德在你郭台铭加入以后反而更领先了 也就是郭台铭的参选被普遍认为影响了柯文哲的选情 柯文哲自己也明确就告诉媒体说 如果郭台铭参选我铁定落选 因为呢民进党是肯定会当选的 这就是郭台铭这个参选 他最终就是促成了民进党赖清德反而当选了 根据郭台铭他自己宣布参选之后 台湾最新的一个民调是由美丽岛电子报 他发布的一个民调显示 郭台铭未参选前 民进党赖清德的支持度是41.7% 柯文哲是21.3% 侯友谊是17.3% 但是郭台铭加入以后 赖清德的支持度呢 从原来的这个41呢下降为39 柯文哲从原来的21%呢下降为17% 侯友谊从原来的17%呢下降为16% 影响不是很大 而郭台铭自己呢获得了12%的支持率 也就是他这个12%实际上是从每个人头上呢 都分别获得了拉过来一部分选票 但是他们四个人竞争和原来的三个人竞争 同样都是确保了赖清德始终领先的 也就是郭台铭的这个加入选战 并不能改变赖清德继续领先的这个事态 而郭台铭他自己呢 他认为他是有上方保健的 因为郭台铭他影响选情 他有他自己的优势啊 他在台湾是有相当号召力的 他跟美国和中国大陆都有良好的关系 这是其他候选人完全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 郭台铭他自己在这次竞选中 他提出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这个政治主张就认为台湾未来当选的总统 是要具备对产业发展对世界经济形势有洞察力和执行力的人 他利用自己呢是唯一在几位总统候选人里面担任过长期经营管理的企业家的身份 他有资格呢去嘲笑另外几个竞选人 你们对国际经济形势对未来的这个全球经济发展 你们是没有把握能力的 因为呢他有将近五十年的务失经验的一个企业家 而且呢他自己呢他的鸿海企业呢也做得非常成功 所以说放眼台湾政坛十五七贼呢 这是呢郭台铭自己的一个自我良好的感觉 他承诺如果他当选他可以在他当选的四年内 让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可以翻倍 能够让台湾的和平至少呢可以保证五十年 也就是这个五十年不变不知道他从哪来的 你怎么去保证台湾这个和平五十年呢 因为郭台铭一贯是认为台湾的国防靠和平 什么叫台湾国防靠和平这不是纯粹是忽悠吗 他就是共产党不来打我们不就和平了吗 你拿什么东西做到共产党不来打你呢 共产党每天都想着要武统台湾 五十年不变是你郭台铭跟台湾人民讲的 共产党会告诉台湾老百姓我们五十年不打你们吗 共产党每天都告诉台湾每天都可能要打 所以说呢郭台铭的这个口号什么国防靠和平的话 这句就是废话 因为台湾的这个国防靠和平这句话完全不能依赖郭台铭所忽悠的什么共产党用和平方式来对待台湾 共产党从来就不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因为用和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台湾了 所以共产党他只可能用武统的方式来做嘛 郭台铭拿什么东西来阻止共产党的武统呢 而且郭台铭动不动强调商人没有祖国 你们不要认为好像我个人没有坚持台湾事务的这个祖国 我必须保护台湾 他说我是商人啊商人没有祖国的 也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卖往全世界 我们跟任何人都可以交朋友 我到中国大陆去也是跟他们交朋友 也是为了促进鸿海的发展 促进全球GDP的增长啊 所以你在郭台铭讲的这个画面前 你让台湾老百姓怎么相信郭台铭最终会保家卫股嘛 在郭台铭宣布他要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面 当时就有记者询问 如果你当选了中国对你施压你怎么办 郭台铭呢政策有失 他说如果中共政权说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把你鸿海的资产没收 我会说可以请你把它拿过去 如果牺牲我个人的资产他们不来打台湾 我愿意重新做模具工人 只要他不来打台湾 我是不会听从他的指派的 如果中共政权要说你不听我的话 我把你鸿海财产没收 我会说yes please do it 如果我牺牲我个人的财产 他不要来打台湾 我愿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工人 只要他不打算打台湾 但是我不能听从他的指派 如果中共当局要没收鸿海的资产 他是没收不是针对我一个人 因为没有我一个人的资产 那是鸿海的资产 中共 胆敢做这个事情 全世界 有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投资机构 哪一个公司 敢在中国投资 鸿海公司所有的客户 几乎99% 都是欧美世界最重要的客户 你们最清楚的苹果公司 Tesla Amazon 甚至现在NVIDIA 中国政府要对全世界的出口 对全世界的大的国际性的品牌 要说他怎么解释 何况他现在经济是糟透了 就是郭台铭他讲的话 我不知道他是天真 还是在忽悠台湾人民 也就是说共产党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拿过去 只要不打台湾他就愿意 共产党拿走你的财产 就不打你台湾了嘛 你那点财产在共产党眼里面算什么 不就是习近平到非洲去多送一次 少送一次而已嘛 习近平现在他上台以来 已经往非洲送了上万亿人民币啊 送了一两千亿美金了 你鸿海整个身价有多少 你郭台铭整个身价有多少 你在习近平那边也不过是 习近平少送一次多送一次而已 共产党才不在乎你郭台铭那点钱 你那个钱再说 共产党即使是霸占下来了 霸占下来 共产党就给你达成和平条件 因为你郭台铭贡献了资产 我们就不打台湾了嘛 共产党财产要要 但是台湾资产要要打 不就是共产党就是这种流氓嘛 所以说呢 郭台铭这种忽悠呢 是一点都没有用的 郭台铭动不动就强调 我不在乎共产党对我施加什么压力 因为我个人在中国大陆 没有一分钱资产 没有一毛钱的土地 也就是中国大陆所有的房产啊资产啊工厂啊 什么跟我都没有关系 这是完全是鸿海的资产 鸿海在中国大陆完全是独资 没有跟中国任何一个公司合资 如果中国要没收鸿海的资产 他不是针对我郭台铭一个人 而是没收了一百多万股东的资产 这其中这些股东包含了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机构 以及海外的各种退休资金 同时中共敢做这样事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投资机构 还再到你中国来投资呢 他说鸿海99%的客户都是欧美最重要的客户 包括苹果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 如果鸿海被没收导致的停产 全球供应链就会出现问题 中国政府如何对全世界交代 如何在全世界维持全球化市场上面 中国政府怎么去跟欧美国家 继续保持他们自己的贸易往来呢 所以说呢郭台铭振振有词 就是鸿海共产党不敢把他怎么递 一旦共产党打击了鸿海 造成全球供应链产生的这个损失 那美国和西方国家要造你共产党算账的 所以你们感动吗 这是郭台铭他仗着他自己的鸿海呢 跟欧美国家有良好关系 所以他对共产党呢敢说这个话 其实共产党他打理郭台铭也好 他破坏全球产业链也好 他跟欧美为敌也好 共产党都不在乎 共产党如果想武统台湾 他是不会去在意他自己违反什么道德规范的 会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这个责任的 共产党在他眼里面有什么责任啊 他什么时候去为正义扛过责任呢 他只是一个流氓而已嘛 你说中共有什么事他不敢做的呢 中英联合声明都是一张过期的历史文件了 你一个鸿海公司在习近平眼里面连个屁都不算 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你不服从共产党就可以宰杀你 共产党才不在乎你郭台铭 你的那个企业如果是关张了以后 会产生多少国际影响 共产党什么时候在乎过国际影响啊 把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公然在全世界面前承诺的 中英联合声明当成过期文件扔到垃圾箱里面 香港实施国安法把香港的一国两制公然破坏掉 这不都是共产党干的吗 他在乎过承担什么国际道义啊 共产党很清楚你郭台铭你的经济利益 和中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说呢你郭台铭如果当选肯定是有北京一定的因素的 也就是中共自始至终是高调的宣称 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 而且不断地威胁台湾他们要保持这个武力统一啊 所以说呢对于中共对台湾这种咄咄逼人的有武统的这种想法 台湾所有的阵营几乎都是反对中共的什么一国两制的 但是男营呢以马英九为首的人啊还接受所谓九二共识 只不过这个九二共识呢在马英九眼里面叫做一中各表 其两岸都认同一个中国 但是对一中的内涵各自表述方式不一样 中共讲的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马英九国民党讲的一中是中华民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九二共识呢国民党呢仍然是认可的 而且这个认可呢也是国民党不愿意就是把台湾 拉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中里面去 那么这种情况下郭台铭在台湾总要依附一定的这个民意 依附一定的什么政治力量 所以说对于九二共识呢我相信郭台铭他本人也是愿意去解释 所谓一中各表的也就是郭台铭他是反对独立的嘛 那么郭台铭他怎么能保证他这个支持统一不被中共就列出他的稿啊 那么为什么说台湾是中共的稿啊 也就是以李敖为例嘛李敖是号称是台湾文化名人 他给他自己有过一个贴金的评价 说他一生饥饿如仇犹如斗士特立独行封王毕露 顽世不公骂人无数什么人都敢骂 而且该骂不该骂的人都骂该骂不该骂的事都骂 生活在台湾的李敖一生是放荡不计藐视极权独裁 抨击社会腐败和不公虽陷于牢狱多年 但是不能多其心智 终其一生都与专制在抗争成就了他自己的风骨亮节 这是李敖给自己的评价 而你看上去李敖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评价 他在维护台湾还是出卖台湾的立场的 李敖说什么台湾是列在美国人手中的中国的稿啊 台湾无法舍弃经济利益 这就活活的被人家列在美国人手中台湾就只能乖乖就范 所以他李敖把自己就看成他是中共的稿案 他在中国大陆的利益不过是卖几本书 到几个大学里面搞几场演讲赚一点点小钱 但是就是因为赚这点小钱 他成了中共列在手中的稿案 使得他所谓一反往日真正铁汉的形象 一个从来都跟集权说不得都是 却令人作恶的一下子跪倒在中共这个流氓面前 最终扮演了一个最无耻最邪恶的这个形象 也就是李敖在中共面前可以讲三跪九寇 他不断地把中共这个邪恶的杀人魔头毛泽东 对他尽心崇拜说他是全球最伟大的战略家 他对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制造的六四血案给他翻案 他在他曾经评价六四血案里面发生的 前期真的那本书里面就提到过我吴建民 就嘲笑我吴建民嘛 所以他李敖动不动得意地说 我敢骂把我关进监狱你们人 我就在他那期节目底下我就给他回复了 我说李敖我也敢骂把你关进监狱的人 但是你敢骂把我关进监狱你们人嘛 你就在中国大陆时候你骂骂共产党事事呢 不把李敖那一身老骨头给你抽这个干干净净净 你李敖试试看啊 你在专治面前就是叫哈巴狗 你在台湾敢骂台湾当地 但是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 人家给了你一个民主待遇 到专治国家你妈妈专治的暴君 你试试看啊 所以李敖在共产党面前就是一条断了几两骨的哈巴狗 其形象比那个胡锡进司马南还要恶心的 那么你觉得郭台铭能比李敖好多少吗 郭台铭他自己他有多少利益吗 他那个利益要比李敖不知道大千倍万倍 也就是郭台铭要有多少稿丸被中共私自裂住呢 李敖那几本书的利益 与郭台铭台湾首富的商业帝国相比 李敖被中共裂住的稿丸比磕头还小 而像李敖这种做几次劳 表示极权的好汉 在这些几乎可以忽略不拒的利益面前 他都可以低下他自己所谓高贵的头鲁 泯灭他的良知丧失他的灵魂 那么郭台铭在大陆的产业 难道不成为中共裂住他的最大的稿丸吗 所以说这个稿丸被共产党裂住 你觉得郭台铭他真能为台湾人民服务吗 郭台铭所谓能托商业为利仕途之所 使其家业为戒草 随时可为台湾人民根本利益豁出去的想法 你能相信得了他吗 所以他动不动说如果牺牲我个人的财产 共产党不来打台湾 我愿意重新去做一个模具工 你觉得他如果是真做了模具工 真的把财产被共产党剥夺了 共产党就不来打台湾了吗 所以说打不打台湾不是你郭台铭 你跟台湾人民许下的这个诺言 你连个侯友宜许下的要制止的诺言 你都不能兑现 你能跟台湾人民兑现50年的和平保障吗 所以打不打台湾是共产党的事 因此不打台湾我认为最大的保证是共产党灭亡 没有共产党才有台湾永久的和平 迄今为止啊 我没有看到台湾有一个政治人物 他们敢弹出自己这种观点 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个观点 所有人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台湾是永远和平的 但是你看台湾哪个政治人物敢站出来说 反对共产党推翻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台湾就和平了 美国想打吗 日本想打吗 中国普通老百姓想打吗 台湾每年把自己的国防经费 如果拿出来百分之十专门组织起来推翻共产党 我看中共如果倒台以后 每年以后就给台湾每年都给结成几百亿美元的这个经费 为什么这种一劳永逸的事 台湾不敢去做呢 台湾没有一个政治人物 愿意推动推翻共产党的工程啊 你要知道台湾每年花费国防经费是巨大的啊 蔡英文宣布到明年要再次提升台湾国防经费的预算 是按整个GDP的2.5%来计算 你要知道台湾的GDP在全球现在已经排进千二十强了 也就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发布的这个报表 2022年世界各国的GDP 台湾与总值8286亿美金已经超过了瑞士 成为世界上第21大经济体 也就是它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欧盟27个国家里面的22个国家 说明台湾的这个GDP已经相当庞大 那么这么庞大的GDP 蔡英文宣布要在这个GDP的总额上拿出2.5%来作为台湾的国防经费预算 那这是多大的一个比例啊 这么大比例我不讲嘛 你只要拿出里面的十分之一 拿个二三十亿美金 你来组织一个专门反共的别动队 无论是武装别动 还是这个民间通过各种方法 通过当年汪精卫的这个手法 刺杀掉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灭掉共产党这个政权 那你不觉得一下子就能给台湾带来一劳永逸的和平吗 没有共产党谁来打台湾啊 当共产党不存在以后 台湾就不需要每年再花费GDP 2.5%这么大的一个国防经费了 可以讲每年能给台湾省掉几百亿的国防经费 那么也就是说 你现在花这个几十亿点小钱 每年投入一点小钱 可能要不了三年两年之内 共产党就被推翻了 台湾不是一劳永逸了吗 为什么台湾政治家台湾的政客 没有人一个人想到 对台湾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共产党呢 不是想不到 我相信台湾人不笨的 都能想得到 但是不敢说啊 怕共产党啊 郭台铭这种标准你是口是心非的 什么就是把我自己的全家的财产都拿走 我只要你共产党不来打我们台湾就行了 你说的是废话 共产党无论拿不拿你的财产 他要打是一定要打的 只有你把共产党惨灭了 他想打也打不了了 那时候台湾就拥抱和平 所以说没有共产党才有和平的台湾 好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